真香 然后到超级高 最后才非常好高 重点是当你 在这个一般就是 它就会跳到那个 就是对于assignments 它就会直接开始收这个东西 好了一个概念的话 你绝对能马上找得到 Hello 大家好 我是已经在荷兰留学了三年的Elena 然后因为我在国外读文科 平时要读超级多的文献和课本 今天呢就想给大家介绍Marginal 3 不得不说 刚开始了解这个app的时候 真的觉得它 哇 好难研究啊 然后到了后期 我认真仔细学会怎么用之后 我觉得这个app真的是 真香 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烦恼 就是平时读这种厚厚的课本 读起来非常慢 如果想一边阅读一边做笔记的话 一个小时只能读个十来多页 如果写太简单呢 后期可能不懂 如果写太复杂呢 感觉就是在复制念贴整个课本 然后到了后期呢 就是一大堆的知识点 然后无法把它关联在一起 因此今天就想给大家介绍 一个阅读文献和课本 超级高效的app 就是Marginal 3 今天首先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app我的核心使用功能 然后其次就给大家做一个教程 希望能够更简单的教会大家怎么用 那么马上开始吧 首先这个app是可以在iPad和MacOS上使用的 然后两个是分开的一个付款 所以一开始我只是用了iPad的试用版 然后最后我才决定 OK把Mac的也买了 因为它实在太好用了 那首先来说一下这个app的功能吧 那这个app的好用之处呢 就是你在阅读这个课本的时候 就能同时画高光 然后整理这些四维导图 加上这个四维导图呢 也是能够很好的去整理和同心调整的 所以呢 整体而言都是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最后呢在复习的时候呢 还能够把这些四维导图 变成一个卡片用来背诵自己的知识点 还可以屏蔽关键词复习 那平时这个app的使用呢 我也会根据课程去调整 比如一些课程没有考试 主要是做一些写作任务的话 我会像这里一样就是做一些简单的高光 然后当我需要写作业的时候 我可以很快速的寻找到每一个章节它的重点 然后去找到我需要的理论 那另外我主要的还是一些要考试课程 那这时候我就会精读我的课本 以及去认真整理我这个四维导图 将后期复习起来呢 整个思维逻辑会更加清晰 然后也会快很多 所以整体而言呢 是要比自己去看完这个书 再整理笔记要快很多的 那接下来呢 就要跟大家说一下教程了 首先我会跟大家说一下怎么导入 接下来是我的常用工具 以及如何整理四维导图和最后的如何导出或者复习 那刚开始点开这个app之后呢 就是一个导入的一个板块 然后这里可以导入你的pdf网页或者epop 在这个软件里我个人最推荐就是pdf格式 因为pdf里面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一些操作 这些我之后会提到 epop的话就是类似于iBooks啦 就是你直接在里面阅读可以高光 但是没有太多额外的功能 然后在左边这里呢就是文档 就是你所有导入过来的图书网页或者epop 然后学习呢就是建立一个 思维导图的数据库 这里就是可以导入多个课本和文献 所以你可以把它整理成一个很好的知识体系 那在下面这里学习就是做这些卡片和背诵的部分了 这个之后我会跟大家说到 那我们回到学习之后呢 首先就新建一个文档 比如我们就叫这个Elena Lin 然后我们就确定 然后导入自己需要的一些课本 你也可以导入多个 但是现在我们先导入一个 你只要点这个加字就可以了 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的常规设置是怎么设置的 首先我会点开这个自动加到脑图 还有下面这个自动插入位置 然后我选择的是分组按照文档目录 那这个就是能够很好的保证 我随便画 我随便画一行的话 它会有这个章节 然后会直接归纳入这里面 这个对于我来说是最方便的一个形式 那接下来呢我就跟大家说一下我的常用工具 这些工具呢都在上面这里这一块 那从左边开始呢第一个就是一个小手 然后这个就是你浏览这个页面的时候用的 第二个呢就是一个高光的一个选择 你可以选择不同的颜色 一般我默认的话呢会选择黄色 然后如果是更加重点的话 我会随着心情去挑选其他的颜色 大家可以看到我每次高光化会在左边出现 第三个呢就是一个截图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选择这一块 然后把它截到上面 那这一个软件比较好的 它就是有OCR识别的 就是就算你是截图 或者你这个文档PDF是扫描的 它都能够识别里面的文字 所以这个很方便 然后这个截图呢主要就是用于一些图表嘛 比如你在这里有这么一个图表上截过去 这样就很方便 或者有时候我有一段文字 然后我想在里面再画一些高光 我也会直接这样截 那下一个呢就是一个lasso图了 比如你这一幅画 你只要前面A这一块 你就可以用这一个宽出这里这么一个 然后下一个就是设置 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然后因为它设置比较复杂 我觉得目前还不需要太多去理它 下一个工具呢就是一个钢笔 这个就是比较细腻一点的 然后你就是可以在画里 在画出你需要的东西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会在左边这里过一段时间 它也会显示出来 那现在它就是能够 在左边那里也有了 然后你也可以在这里再补充自己的summary 比如就是在这里我觉得要点个赞 我可以在这写下来 然后它就会在这里直接出现 下一个功能呢就是画的高光 那这个就不会变成有那个 思维导图的小卡片 比如你就觉得这一块需要画出来 然后我就把这些画出来 但是对我的思维导图不会有影响 然后可能就是我后期我翻到这个重点的时候 我会想到哦这里我还画了这一些 我会阅读一下 所以就是一个非常不重点的一个画高光 下一个功能就是橡皮擦了 就是把我刚刚画的都擦掉 然后下一个功能就是加文字 比如你还想在这里去补充一些其他东西 比如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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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可以直接加文字在这里 然后如果你加在你原本已经画好的框框里面呢 它也会加起来显示 如果你还想把它加进去的话 你就可以用截图的那个工具 把它加进去了 另外最后一个呢就是框出来嘛 然后你就可以把里面的写的文字 或者画的笔画把它移动 拖到其他地方 有时候你画歪了 或者你不够位置写了 需要把它摆动一下 就可以用这个功能 那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个 我最近才发现的工具 都是我之前没有发现的 在设置这里可以画重点模式 然后就可以选择你当时这段文端中 最重要的几个单词 比如这几个 在左边这个思维导图它就会变粗 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当你打开这个回忆模式之后 这些文字就会自动屏蔽 所以你就可以很好的去背诵这段文字的关键词 那如果没有打开这个回忆模式呢 也是能够通过长按 然后选择滑重点这个方式去选择的 那另外还有两个很有用的功能 就是你在思维导图点进去的时候呢 它会自动在书本上跳到那个相对应的位置 就是如果你在左边找出了这个 communication theory 你就能够很好的回到这个页面 去细读当时的这个理论的描述 就是对于assignments 或者你忘记了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的话 超级无敌有用 然后最后一个小工具呢 就是搜索不能 就是如果你比如这个东西不是很懂 你就可以直接按研究 然后直接就会在网上帮你搜索这个理论 你可以在wikipedia google或者google scholar 这些都可以甚至可以头部图 图片搜索 这些都是可以自己设定的 如果在国内的话可以换成百图搜索 另外呢这小窗口呢就是很方便的一点 就是你可以把它锁定的 就是你怎么跳转它都不会动 但是如果你解开这个锁定呢 就是如果你点其他的东西 比如这个communication theory 它就会直接开始搜这个东西 并且就是按照你所要的东西去搜索 如果大家觉得平时读文献有很多不懂的句子的话 这里还有一个翻译的 那我会帮你把这一段话翻译成中文 我觉得实在太棒了吧 那接下来呢我就跟大家说一下 思维导图是怎么整理的 首先呢需要移动这些一张张的小脑图 只需要稍微长按一下 它就能够挪动成一支分支了 稍微轻点一下 再按这个色盘就可以切换这个卡片的颜色 一般我会把我有疑问的段落变成这种深红色 另外轻点这个卡片的时候下角还有三个图标 第一个图标就是增加一段话 就是你随便写什么 它都会加到上面的文段里面去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加一个后面的一个分支 你就可以自己添加更多的话 还有第三个就是在下面再增加一段话了 另外按上面的三个小点可以加标题 比如我这里就写intro 那这个一般就是大概的去总结你这一段话 然后能够方便你后期去整理思维导图的时候 可以找到比如这里就会变成有一个intro这个标志 这个是outline 这个outline就是你整个思维导图的大纲 但是我这个其实用的不是很多 只是有这个功能罢了 然后第二个功能呢就是合并 像我这里所用的我会把formula 它的名称和下面的一个图文解释把它合并 那具体的操作方式呢就是把这个拖到这儿 然后再拖一次它就会合并到一起了 另外如果有两个思维导图的卡片呢有关联的话 我可以长按这个思维导图的片片 然后选择连接 然后把这个东西拖到另外这里 它就会把这两个概念关联 然后后期复习的时候你就可以 哦马上跳到另外那个卡片去找它 比如我这里就是有不同的理论 然后把它关联在一起了 那最后我就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复习的功能吧 我首先跟大家说一下我的主要复习功能 那其实我就是主要通过背诵这个思维导图 去整理我所有脑海中需要知道的知识 我会左边从chapter的标题 然后默写默到右边 然后这个就是我个人的最常见的一个复习方法 当然这个app里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形式 比如你开了回忆模式之后呢 你就能够在你的app里面去屏蔽掉这些关键词 然后去背诵这些你需要很细致的背下这个单词的一些内容 另外呢还有一个复习的地方 然后你就可以把你原本的思维导图 把它整理成一张张卡片 然后去背诵它 在开始这里 然后你按一次它就会跳到 那个思维导图卡片里面的下一个东西 但是你这个就是需要注意 就是你在编辑这个卡片的时候 应该是一个是正面 然后一个是反面 这样去整理你的思维导图 这样后期你才能够比较好的 把它转变成这种背诵小卡片的模式 最后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如果这个是开卷考试 你就可以在你这个学习模式下的小思维导图里面 进行所有资料的一个搜索 比如你就要找一个post hook 它会在所有的资料里寻找 包括你自己添乡下去的 还有其他一些书籍啊文献里 它都会帮你找出来 所以当你考试要考到一个概念的话 你绝对能马上找得到 另外这个软件呢还能导出到其他很多的应用程序 可惜都不是我平时用的 导出到PDF的话其实是打印不出来的 因为太多内容了 所以我觉得还不如直接在APP里看 但是确实有很多的导出选项 我个人就偏向于在APP里直接这样复习 那这就是这一期给大家介绍的MarginNote3的视频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一类的APP分享的话 请扣1 另外记得在评论里告诉我 你最喜欢这个APP的什么功能哦 那希望这一期视频对大家有帮助 新来的话记得点个关注 喜欢的话记得点个赞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